第388集 杨小冬 你 你 哦 你个杨小冬 我去找你爹 让你爹陪我家的狗 不但要陪我的狗 我还有你个小楚上 给我家的狗 磕头陪礼 要是不陪的话 我 我就划个圈 诅咒你家 让你全家都不得好 我一听熊瞎子咒我 当时就火了 嘴里骂道 你奶奶的 是你先找的事 现在还敢赚全家 我这就打死你个狗日的 谁都年轻过 年轻的时候 特别容易冲动 一听熊瞎子咒我全家 当时我就火了 举着白辣棒就打 那熊瞎子身子早就让相好的娘们掏空了 哪是我的对手 我挤棍子下去 把熊瞎子打得嗷嗷直叫 在那里大喊救命 没想到这个狗日的 外强中肝 打了几下的出了恶气 我就放过了熊瞎子 走在我家羊的面前 把羊绳子解开 收拾了一下东西 躺着死羊 牵着活羊回家 一路上 羊血滴在我的身上 我也没有心思管那些 我走的这条路回家 必须要经过黄莲树 那棵黄莲树 是一棵古树 长在河边上 巨大的树干像是一把巨散 把周围都变成了阴莲 树下是一块块巨大的青石 青石上鼓起一个个像馒头的石球 一直扑到了河底 看上去非常的壮观 那些石头 据说是当年王母娘娘晒的馒头 天亮的时候啊 忘记收回到天上 结果天一亮 就长在青石上 变成了石头 至于黄莲树啊 也有传说 说是当年没有黄莲树的时候 这里是一口井 井里时常有妖怪出来 后来天神送来黄莲树的树苗 栽到井上一天三尺 长成了大树 我想每一个庄上 都会有这样的传说 夏天黄莲树下 就成了避暑的圣地 那时候出去打工的少 夏天的时候啊 大伙就三五成群的坐在树下 有的打牌 有的辣管 有的呢 做针线活 小孩子们则在那里玩着黄泥 因为常年累月磨损 靠近黄莲树的青石都被磨得像大理石 远远地看上去 闪着好看的光泽 我扛着死羊 经过那里的时候 眼尖的人看到我大声地叫道 看 那孩子不是小冬吗 怎么回事是血 怕是出事了 接着就有人随和到 是啊 那孩子还扛着死羊 身上的衣服啊 也被撕碎了 肯定是遇到毛猴子了 啊 毛猴子 我走亲戚 听亲戚他们说 他们那里就出毛猴子 爱吃的小孩 那些人说着话一下子都围上来了 问我到底出了什么事了 我也走累了 索性走到一块大青石上 把死羊往石头上移放 顺手把另外几只大羊拴在了灌木上 坐在那里不说话了 我越是不说话 大伙就越是着急地问 我被问了几句 就说了 我没有遇到毛猴子 羊是被熊瞎子的狗咬死的 大伙一听 当时就炸开了锅了 熊瞎子这个畜生 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呢 是啊 这个畜生 瞧挂夫门 把绝护坟 什么坏事都做得出啊 哎呀 你说那个挨迁道的主啊 他家的那条大狼狗 咋就不死呢 前两天还把我家的鹅咬死了 一只脱走了 每只鹅得支十几块钱 可疼死我了 我们家的鸭子 也被那狗咬死了好几只 老天爷怎么就不照应这个畜生 大伙七嘴八舌的议论 他们说着被熊瞎子和狗欺负的经过 人人都对熊瞎子恨之入骨 可又不敢得罪熊瞎子 只能求老天爷照应 我看着大伙说 大伙 以后不用担心熊瞎子家的狗了 还不担心 你看看你的衣服啊 都被狗给撕碎了 那狗跟毛猴子似的 我们这些上年纪的 根本不是狗的对手 我说不用担心 就不用担心了 那条狼狗 被我们家大黑给咬死了 什么 那狼狗被你家大黑咬死了 我点点头 大家轰的一下子就全乱套了 都竖起大拇指 说我家的大黑是神狗 卫庄上除了一个大祸 不过呀 也有人泼凉水 大伙正说着呢 忽然有人用烟袋 磕着青石头说 大伙静一静 听我说几句啊 我一开始装上的 一个叫二爷爷的 我就赶紧叫了声二爷爷 二爷爷对我说 小东啊 你不该弄死熊瞎子的狗啊 二爷爷 他家的狗死就死了 大黑也叫我撵到深山里去了 他想报仇都找不到大黑 哎 你这个孩子 哪知道这个熊瞎子的厉害 这个熊瞎子可不一半呢 俗话说 宁得罪君子 不得罪小人 熊瞎子就是典型的小人 他会暗地里算计人 小冬啊 你可小心啊 我说 二爷爷 您就放心吧 我今天和他动过手 他那小身板 早就被娘们掏空了 我一个能揍他两个 你这个孩子啊 就是天不怕地不怕 哪知道人心险恶 总之啊 你得防着点 我赶紧说 二爷爷 您就放心吧 我一定防着 你老人家先在这里歇着 我得回去了 回家看看 这头羊怎么处理 说着话 我就准备把死羊上肩扛着走 这时大伙都帮着我抬 不让我扛 就这样 大伙都帮着忙 把死羊抬回了家 到了家里 我爹首先看到了 他心爱的羊 当时就吼道 小冬 你这个小兔崽子 是怎么把老子的羊 给弄死的 你给说清楚 唉 我爹光顾着看羊了 根本就没有注意 浑身是血的我 还是我娘疼我 赶紧上来 朝着我爹吼道 二太爹 你的眼睛 就光看着羊了 没有看在儿子身上 他浑身都是血 你也不问问 儿子受伤了没有 我爹瞪着眼睛说 受伤了 还能这样站着回来啊 我现在就想知道 怎么把羊给弄死了 我娘火了 一把把我爹给推开 哭着说 哎呀 羊羊羊 就知道羊 和你的羊一起过日子去吧 大伙一看 赶紧地在那里 劝我爹和我娘 我爹一时理亏 在那里不作声 而我娘把我拉到跟前 上下地看着我 关心地问道 小冬 你没事吧 我说 娘 我没事 那羊是怎么死的 他可是你爹的心头肉 娘 那羊是熊瞎子狗咬死的 什么 熊瞎子的狗咬死的 这个狗日的熊瞎子 简直太欺负人了 我这就要找熊瞎子 今天非把他那条狗 给砸死不可 我爹也是爆脾气 说话的时候 几乎是吼出来的 把大伙都震住了 转身拿了一根铁叉 就要找熊瞎子 准备弄死他的狗 给我们家的羊报仇 我爹一听 是熊瞎子弄死了他的羊 拿着铁叉就要出去 找熊瞎子拼命 准备弄死那条大狼狗 给惨死的羊报仇 我们爷俩的脾气都降得很 特别是我爹 脾气大得很 平时打我都是 说翻脸就翻脸的 我看到这里赶紧地说道 爹 你不用去了 他家的狼狗 被咱家的大黑咬死了 被大黑咬死了 你怎么不早说呀 咱家大黑真是好样的 能把大狼狗都咬死了 人家都说呀 狗行千里吃屎 狼行千里吃肉 咱们家的大黑虽然是狗 但走到哪里都是吃肉的主 对了 赶紧地说说 是怎么咬死的大狼狗 我听我爹一说 就赶紧地把事情说了一遍 怕别人会误会笑话我 我就把大妞打我的事情自动地给省略了 现在最关键的是养 说完之后 我爹没有再发火了 而是叫了声 好 咬死得好 那条大狼狗整日在庄上逛流 我早就看得不顺眼了 大黑那是狗中之王 跑到山里边 不会有什么事 我想过一段时间呢 大黑就会自己回来 怕咬死了狼狗 是为咱们装上除了一个大黑 大伙啊 都别走了 我家死了羊 大热天的自己也吃不了 大家都帮着 随份子搭火 咱们大街上炖羊肉汤 第三百八十九集 我爹一说 大伙都十分的同意 能喝到羊肉汤啊 是一件很解馋的事情 死了羊的事情 顿时被羊肉汤化为无形了 以前庄陵之间都很融洽的 逢年过节的 左邻右舍就会大伙杀猪杀羊 这样杀出来的肉啊 比冯吉买的要便宜一些 大伙先算准了随份子的人 然后找出羊经纪 就是指羊贩子和卖家之间的中间人 给羊估价 可能是我为名除害的原因 羊估价明显高了许多 但大伙还都说嫌价格低呢 再让高估一些 反正啊 喝羊汤的家属多 也不在乎那快八角的 对于邻里间给的便宜 我们不能占 最后我爹说羊给的价格太高了 硬是自己说了一个中间价 由于我爹的慷慨和大伙的意气 顿时把邻里之间的关系弄得其乐融融的 算好了价格 就有人开始分工回家拿东西 很快就有人把自己家的八印锅给弄出来了 在大街上支上大锅在那里挑水 有人帮着弄彩虹 有人帮着杀羊 各种事情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也就一会儿的功夫 锅里烧着水 案板上放着调料 前提工作就弄好了 有人把弄好的羊肉剁成大块 下水洗干净 就开始下锅 我家的羊都是我爹当宝贝养的 整天想着羊就差包饺子给羊吃了 我家的羊吃得标肥肉厚 有人把羊油弄下来 用小锅炼出羊油 然后拿来辣椒面和胡椒面 把羊油浇在上面 继续拌匀 弄成鲜红的辣椒油 吃啥 得讲究啥 羊肉汤放上这点辣椒油 油花都是一圈圈的 十分的好看 大伙都在那里忙活呢 用不着我 我就去河里洗了个澡 挑了一身干净的衣裳 穿上了 在那里看着大伙熬羊汤 小山羊熬出来的汤 是那种乳白色的颜色 一股股混合着山味的羊肉香 从锅里飘出来 有厨子惊艳的二哥 在那里拿着铁钩子 时不时地翻动羊肉 用钩子试探 看看羊肉熟了没 等羊肉熟的差不多了 把羊肉捞出来 趁着热 骨肉分离 把大骨头放在锅里继续熬 而羊肉和羊下水 放在案板上切成小块 按照家数的多少 分成了若干份 差不多了 就让大伙各自回家了 端着锅来 盛羊肉汤 把各家分好了 咬上一些羊汤就端回家了 剩下的 是我家的 分羊肉的时候 多分了些专门给我的 我把羊肉放进了铝锅里 舀上满满的汤 然后倒上半锅水 用大骨头重新熬一遍 这个第一 是为了谁家的羊汤不够 可以回来再舀 第二个 是为了没有随上份子的 虽然没有了羊肉 但羊汤照样喝 反正啊 羊肉汤就是喝汤的 羊肉汤端回家之后 就嚷着要喝羊肉汤 我爹拿出了大海碗 给我们美人盛了一碗 我端过碗 撒上一些香油 原菜 醋 和蒜瓣 撒上一些辣椒油 顿时香气 扑鼻 先弄了一块羊肉 尝了尝 那羊不大 肉质鲜嫩 吃起来非常的爽口 汤也不错 十分的麻辣鲜香 有一种 有一种特有的味道 绵羊肉肥 山味重 山羊瘦肉多 山味轻 口感啊 比绵羊肉好 我们喝着羊肉汤呢 这时韩韩说 哥 你真厉害 让咱们有羊肉汤喝 要是天天都能喝上羊肉汤就好了 我爹把眼睛一瞪 对韩韩说 你个小丫头 喝羊肉汤都堵不上你的嘴 那些人都是咱家的宝贝 死了一只 我现在都心疼 韩韩听我爹这么一说 朝我爹伸伸舌头 然后赶紧的低头喝羊肉汤 一碗羊肉汤 加上一个煎饼 吃得我饱饱了 这是我娘说了 麻辣大爷和和三叔家 没有算份子 让我给去送点 还说就大妞和二妞两个孩子在家 没有娘的孩子有点可怜 我一听赶紧说不去 坚决不去她家 我娘对我的反应一点都不奇怪 因为她知道我为什么怕大妞 于是就让韩韩送去了 而我端着羊肉汤 给麻子大爷送了过去 送去之后 就看见麻子大爷正在扎纸人呢 就没有跟他说我的事 送去之后 我就要到床上躺着凉快 毛屋虽然简陋 容易漏雨 但是啊 冬暖夏凉 下午躺在床上 非常的凉快 就在这时 大门外忽然一声 男人的哭声 声音凄凉 拉着长音 这种哭声 一般都是死了爹娘 才会这么哭呢 听声音 像是哭爹的 我有些奇怪 不知道这是谁家死了爹呀 哭声越来越近 直奔着我们家门而来 这种哭丧声 最忌讳奔着谁的家门去 我爹正在喝酒呢 听见哭声就对我说 小段 你出去看看 是谁在咱们家门口哭丧啊 让他赶紧的一边去 老子家就死了一头羊 不值得哭 他这是哭丧啊 找错了地方 我听我爹这么一说 就赶紧的出去看 到了门口 当时我就愣住了 哭丧的不是别人 正是熊瞎子 只见熊瞎子身上 披着笑衣 头上戴着笑帽子 身上披着麻省 手里拿着柳木的哭丧棒 正在那里 搭了着长眼皮 一个劲的在那里哭好 泪水鼻涕混在一起 样子如同死了爹呀 十分的悲伤 再一看熊瞎子的旁边 有一辆排车 排车上有一个席包子 用麻绳扎着 看样子 跟死人用的席包子 差不多 大伙都围在一圈 朝着熊瞎子 指指点点的 我看着熊瞎子 在那里哭 就朝熊瞎子说 熊瞎子 你家这是谁死了 你哭得这么伤心啊 这时看热闹的人说 小冬啊 熊瞎子说 其包子里躺的是他爹 他爹死了 在那里哭爹呢 我听到这里 当时就火了 对着熊瞎子说 熊瞎子 你哭爹去你家哭去 在我们家门口停丧 算什么意思啊 熊瞎子听我这么一说 当时就抬起头来 用手往上提了一下长眼皮 瞪着眼睛看着我 那眼里充满了怒火 像是要把我吃了 看了我一会儿 才咬牙切齿地说 我不和你这个 不讲理的小畜生说 把你爹找出来 我和你爹说 狗日的熊瞎子 对你这种人 根本就不用讲理 你失去的话 赶紧滚蛋 说着我拿起门口的 一根棍子就要过去 没想到熊瞎子 嗷嗷大哭 一边哭一边说 我仗势欺人 欺负他一个苦命的人 他这么一说 大伙都在那里哭笑不得 平时熊瞎子 就是欺负人的主 这一下子 变成了被欺负者 大伙还有些不适应 我一看熊瞎子 变成了软蛋 也就不好意思 再上去揍他 他让我爹出来 我干脆就去找我爹了 让我爹出来 看看熊瞎子还有什么话说 于是就对熊瞎子说 熊瞎子 你等着 我去调我爹出来 说着话 我就扭头回家 去喊我爹了 到了屋里 我爹就问我说 小冬啊 外边是谁在哭丧啊 我说 爹 是狗儿的熊瞎子 他爹死了 这狗儿的 把他爹放到排车上 正停在咱们家门口呢 在那里哭丧 什么 他爹死了 他爹死了 应该在家里搭领棚才对 怎么跑到咱家门口了 我爹刚说到这里 忽然一顿 然后想了想说 不对 他爹早就死了呀 这狗儿的 是想应我们 走 咱爷俩去看看 他这是在玩什么应 要是欺负咱家 在咱家门口哭丧 咱揍他个狗儿的 说嘛 手里的酒杯一摔 然后站起身来 拿起门口的猎叉 就朝着门口走去了 我拖着棍子 跟在后边 走到了门口 我爹看了熊瞎子几眼 皱了皱眉 对着熊瞎子说 熊瞎子 你在我家门口 说啥呀 熊瞎子听我爹这么一说 就抬起来 撩起眼皮 对我爹说 原来是三叔呀 三叔啊 我在哭我爹呀 他老人家死得好惨啊 你爹 你爹 你爹不是早就死了吗 当年还是大伙出的钱 给你爹送的钟 你这时候 怎么又冒出来一个爹 你是私生子呀 你爹的 我爹的 你爹的